我们进入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是 也是另外一场灾难 那么直到洞庭湖的北面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病毒 现在可以说在全世界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恐慌 那么与此同时呢 南部呢又出现了侵流感 这样的一个灾难 同时的这种出现呢 可以说对于很多人来讲呢 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那么在这个新闻呢 我们先说一说新闻的一些背景 我们请岳哥先生呢 将新闻的背景呈现给观众朋友们 就是提到这次侵流感 那么侵流感呢 目前就带来了经济压力和健康的恐慌 那么事实上呢 在中国有关部门2月1日周六 星期六就公布了 中国的中部地区湖南省养殖机场 就再次发生了侵流感的疫情 给已经受到了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影响的中国经济 就再添了这样的隐忧 也是非常现实的忧虑 那么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强调呢 情流感可能会加剧经济的损失 但目前看上去不会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 那么华尔街日报就援引了中国农业部的农业农村部的消息 就是说呢 湖南出现的H5N1这个禽流感疫情导致4500只的肉鸡的死亡 但是目前呢在湖南出现的这种病毒并不容易传染给人类 那么根据综合的信息的汇总呢 这已经是2020年以来中国的国家禽流感确诊的第五起亚型高效的致病性的禽流感的疫情了 那么在此之前呢新疆从1月8日1月16日1月20日1月21日已经发生了4起当地的野生天鹅发生的H5N6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疫情 所以呢现在的这个疫情禽流感的疫情是不是会爆发 在多大程度上会传染给人 别加上了这一次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的全球的大疫情 真的是雪上加霜 对人的心灵是一种摧残 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也确实让人担忧 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信息 谢谢约哥的承报 那么谢谢大家的新闻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又要请教我们的专家何一生 您认为这样的一个禽流感 我知道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您曾经讲述过 您在长岛的时候最早接触到的一个在美国所爆发的 就是这个禽流感 因为当时的应对得当 并且呢程序包括美国整体的这样一个卫生防疫的一个结构 包括民众的一种习惯呢 并没有在美国引起任何的这种爆发 那么您就您的这个看法对于湖南现在所出现的这样一个又一个禽流感的现象呢 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建议 对刚才约哥有一句话呢 我不知道这个出处他是说谁出的谁说的 就是说以这个现在不太会可能造成这个大面积流行人的感染 但又说到了这个感染率呢 死亡率呢 百分之五十以上 这两个 对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 一个说法 一个报道中提到的 这个这两个说法我都不太认可 说句实在乱 我不知道这个记者他是否参 咨询了这个医学专家 第一呢 先说这个H5N1或者是禽流感吧 禽流感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家族 他这个 这个用这个H和N来进行标号的 H1N1 H2N2 H5N1等等 那组合多了 他这个什么意思呢 他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也算是简单科普啊 为什么用老师用这两个字母来标号呢 他这个是根据这个病毒的这个血清学的这个 他这个病毒的这个整个分析 他的抗原性呢 他分两个大部分 一个是用H来表示啊 要是血凝素啊 这个Hemoglobin 我就一下脑子不转弯 反正就是说 这个用血凝素这个词呢 这个H来打头 另外呢 他是一个神经这个氨酸酶 那么用这个N来打头 所以用这两个最重要的功能的这个抗原成分 来标志 这个具体的这一这个亚型 那么由此就可以分析导致出来了 N1 H1N1 H2N2 H5N1等等 还有其他的 上百十种了吧 你像西班牙大流感就是H1N1 他就是第一号 就是H1N1 就被标成了H1N1 香港那个H2N2 所以就他就这样子 总是就是来回这样子变 而这个禽流感 这次武汉这个呢 H5N1 在长岛当时就是我说过这个故事 03年的时候我做住院医生 我们实验室呢就病毒史呢就分离 在九月份的时候就在实验 门诊病例两个发烧的老人 这个咽喉里分析出来这个病毒 就上报了CDC CDC立刻就通告全国 引起就是说各方面的警惕 而且通知药厂加紧生产 针对这个病毒的疫苗 甚至提到了我也说到 当年那个药厂发生了这个污染 整个生产线停了 这个所以怎么办 要其他的药厂来 来加紧生产 不行的情况下 疫苗紧着这个最需要的人用 老弱病残 糖尿病肾病 这些病人来用 再不行 一针分两针打 都采用了这种方式 所以那一年在美国就没有造成大流感 尽管那次的新流感提前发生了 所以这可以从这个事件上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美国公共卫生系统的完善强大 及时 以及他政府对这个民众的监测 对这种疾病的监测和对民众的负责 这是有态度认真 这个是跟中国的这个禽流感 几次大流行 包括这萨斯 还有这次的武汉流行 形成了可以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是这一次 其实像刚才的新博宝当中包括《华尔街日报》所讲的这个其实并不具备任何的医学的基础知识 这个病毒呢其实本质上是会流行并且人传人的 而且可以传到人并且会曾经在历史上就爆发过无数次的死难 特别是刚才说到的西班牙大流感呢 就是这一个病系列之一 对 是这样 而且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病毒即使这个同一个 就是这个病毒 比如说我们就说这次前流感这个病毒 H5N1 它本身又可以发生一些细小的变化 所以我今年打了针对这个疫苗的 这个病毒的疫苗 可是呢当我感染的时候呢 可能是这个病毒 这个猪亚型 但是它已经又发生了一些小的突变 这个小突变呢 可以跟我已经打过的疫苗呢 发生交叉反应 我可以不发病 完完全全就渡过去了 可是呢也可能了 就是说它这种变化呢 使得我产生的这种特征 对它的抗体呢 不是那么有效了 因为病毒也在进化 对 它时时刻刻在进化 对 就像所以这个 就是这个子弹呢 你就偏离了把心 那的杀伤力 自然就要减弱 对不对 你瞄着这个人的心脏打的 偏到旁边去了 打到胳膊上了 那肯定就是不可能打中 打死这个人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实际上抗体 针对的就是这个病毒 它就是要综合掉它 那么网上有很多人在讲 说有这么一句话 叫 每年都会发生无数的禽流感 这个禽流感 并不像大家所说的那么危险 您觉得这个话 该怎么样去回复呢 我也认可 实际上你像这个最近网上老是流传的 包括中宣部故意推出的那篇文章 美国有什么1200万人感染 死了6万人如此可怕 我们有什么要可怕 这个武汉这个才死了几百人呢 用这篇文章来来蛊惑人心 来欺骗 蒙蔽老百姓 禽流感 包括其他的一些流感 这个确实是很常见的 每个人他都可能在一生中 好几次流感 一年中发生好几次 那么很多时候就 慢慢就是靠自身的抵抗力就过去 所以没有那么可怕 而且即使说的那个文章 CDC公布的数字 确实他也用的是CDC的数字 是死了6000多人 6万人 但是他跟这个分相比的话 他是0.0几的死亡率 而你现在的这个SARS 这个包括现在的这个武汉的这个病毒 这个死亡率是百分之二点几 那成几百倍啊 甚至是是是 而且如果按照有些 我们现在提供的一些新的信息 特别是我们的民进的网友提供的 关于自己的家属 并没有被列入到这样的一个死亡 我们是呃数额当中 还有看到有很多人都在报 这些为什么不把我们的死亡人数 放在里边等等 呃这种情况来看的话 那么这个数据呢 还是需要未来再进行新的修正的 而且更重要一点就是说 这些禽流感 他导致的死亡呢 往往都是那些老若病残 他身体已经有病 而现在发生SARS和这次的这个呃 武汉这个肺炎 病毒新的冠状病毒肺炎 他往往是导致年轻人说说 不行就不行了 呃这个年中年人青年人呃 甚至婴儿都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嗯 嗯 alum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